好的来一手这个普通车弹药双手跑这个超弦基地来看一下这一个图用这个普通车到底怎么跑呢 其实跟这个机甲车也差不多这个跑法按着来就行了几乎没有多的差别 这边叠加了一个wcww点飘过来小飘快出 然后这里一个断空飘立马再快出下来之后一个小飘双喷 然后再一个弹射延续一下再断弹小飘一休走你这里才第一个星星立马断蛋开弹器啊就会组成cww 然后这里弹射过来啊走到这个火车立马绕过来找好这个路线断弹啊咱们聊两管弹器的情况下呢 需要断一管弹器这样跑起来的话应该是快的没丢丢啊 然后这里小飘快出一个叠加cww然后这里我是直接用一个双杀弹射的啊为了追求一点稳定 但其实的话也可以一个小飘过来的也是挺快的哈 然后这里还是一样点飘小飘快出这里的一个断空飘的操作也算得上是比较有难度吧 一般用三次来操作还算是比较的流利操作起来比较的轻松啊 如果说是遏止操作的话呢操作起来可能特别容易失误啊 在这一把最终的记录是跑到了1分26秒 其实这一把还有很多地方呢还是有点保守了没有跑好不然这个1分25也是可以有的吧 谢谢大家